好 看到聊天室 大家要打什么样的疫苗呢 通通庆祟都是加2要打国际疫苗 包含了谁 宋馨如 高秀琴 沈文生 廖玉珍 蔡文斌 金群 好 看到大家 以及露露流也是加2 还有看到清清 以及杨和华 苏外面好 大家都是加2 大家都想要打国际的疫苗 希望政府赶快让疫苗进来 谢东元也是加2 那持续除了需要疫苗之外 很多人希望政府纾困 全民来普发纾困金 振兴券到底发不发 现在看到桃园的部分 桃园议会表决通过要发5万块钱的现金来复苏经济 好 很多民众听到大声喊赞 在桃园有200多万人 所以如果要普发每个人5000块钱的话 总共得多花100多亿元 好 现在可以看到市议会公民党团提案 22比3通过了 包含了 因为现在三体警戒的关系 所以有失业的啦 有无薪假的啦 有倒闭 所以民众都很需要 台湾市长郑文灿怎么说 尊重议员来表达意见 那五党总招市议员就说了 希望是否让市民有感 民营党议员蔡永芳说 是否财政能够负荷吗 打了一个问号 但是现在大家看到这样的消息 感觉好像不错 有希望 但议会的秘书长就说了 在这个提案的部分 所以会声议会的秘书长就说 这样的一个提案是没有强制力的 所以就算通过市府也不见得会发 所以现在是不是只能看得到 吃不到 还不知道 民众到底领不领得到 但希望在政府能够普发现金 让大家来纾困的话 如果你赞成 也帮我加一 疫情趋缓降至二级 振兴券到底该怎么发 中央还在演你 不过桃园议会已表决通过 要普发五千元现金 不错啊 这个方案很好 最基本三千块现金可以拿得到 我们就很欣慰了 听起来是很好 可是到时候这负债都是给下一代的 疫情警戒两个月 各产业大受冲击 民众失业被迫放无薪假 如今终于盼到降级 振兴券指纹楼梯响 桃园议员提出直接发现金纾困 五六七月的那一群人很可怜 会死掉啦 希望能够减少活动 结余的那些活动的补助的钱 议员提议由今年活动结余 和明年活动补助款等经费支应 让市民有感付出经济 尽管民进党议员表达反对 但在场35名议员仍有22人举手通过 基本上我们都尊重议员 表达意见的自由 桃园总人口超过227万人 若一人发5000块就要花100多亿元 桃园市府忧心财政难附和 议会秘书长表示 一般提案虽表决通过 但没有绝对约束力 不一定要执行 民意多数决 地方政府如果置若网文 民众恐怕看得到领不到 记者刘志展 彭新美桃园报道 好 现在降到二级了 但是游泳池还是被排除在外 业者每个月亏损上百万 真的撑不下去 救生员一样惨 近半年没有收入 跪地喊话希望蔡总统救救年轻人 还有呢 其实更迫切的需要 全运会剩下不到两个月 但是这些选手们 没有场地可以练习 只能够趴在软电上 好来这空滑模拟 但水感实在差太多了 很担心会影响到表现 喊话希望政府放泳池业者劳工一条生路 救生员睽違两个月 踩进水里不是副业 而是挂上陈情布条 我们停业要停到多久 我们也不知道 那这样子 我们生活不知道要怎么顾 救生员没有薪水快活不下去 游泳选手也是忧心忡忡 全运会剩不到两个月 游泳选手从未解封等到降级 泳池都还是没有开放 只能在路上空滑练习 体育署包括主办单位 到目前来讲的话 还是照常办 那试问一下 那这样子怎么比 透过干滑模拟水下动作 但感觉实在是差很多 再这样下去 比赛成绩肯定会大受影响 而对已经半年没收入的 庸池业者来说 不知道还要再撑多久 而且游泳池不行 可是大家都知道 前天最大的新闻就是豪宅游泳池 已经提了防疫计划 然后已经同意 这个双重标准怎么来的 我们都很莫名其妙 泳池业者多次向相关单位 提出数据资料 强调泳池相对安全 若真的怕也会要求选手 泳客使用防水面罩 也是一种方法 业者从微解封喊到降级 还是没效再次被忽略 910M3警察3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好来看到27号降级 上路第一天 在基隆庙口的艾斯路 夜市出现了人潮 现场人满满满 但是有民众违反规定 像是呢 你看到口罩脱下来边走边吃 而在摊上的部分 防疫措施也不是那么确实 降级首日乱象不熟 看简讯就好 看简讯就好 金黄灯笼高挂空中 夜市门口水泄不偷 民众微扫 神秘制QR扣几成一团 进到夜市后 人山人海排队人潮 根本看不到尽头 27号降级上路第一天 基隆艾斯路庙口夜市重新复业 大量人潮灌报夜市 甚至比疫情警戒前更加热闹 但是大家看起来 大家都有很守规矩 都有戴口罩 话还没说完 一旁就有路过民众 把口罩拿下来喝饮料 根据指挥中心降级规定 夜市开放饮食 但人禁止边走边吃 内用则需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采梅花座或隔板 但实际到现场来看 却发现不止民众违规 脱下口罩大蛋烤鸟蛋 就连摊伤防护也不符规定 根据规定 摊伤需采两兆一套防疫措施 口罩面罩手套缺一不可 但为求工作方便 有些摊伤没戴口罩 就连面罩也只戴一半 隔板设置也没落实 说是五成吧 一半而已 今天应该讲是太多了 平常日应该没有那么多 等于一些报复性的出流 因为轰带久了 摊伤少一半逛节 人潮却比往常多 讲及刚上路就出现 报复性逛夜市的大乱象 加上民众摊伤防疫措施 都不确实令人担忧 好不容易回稳的疫情 会再次破功 记者朱丁荣 谢淑雅基隆报道 好看到呢 这个疫苗接种 现在进入到第四轮的预约登记 但是台中有陈先生 接获里长通知 上网来查一查发现 太平卫生所的疫苗种类 居然出现莫德纳 赶快来预约 但是隔不到两个小时 又被通知说是系统物质 现在能够打的只有AZ 预约无效 他真的气到不行 对此太平卫生所也来道歉 说是人员操作上物质 才会搞出一个大乌龙 陈先生气扑扑本以为终于可以打到莫德纳疫苗 结果 刚好里长这边有通知到说 在太平那边有莫德纳可以施打 因为我本身也比较想要打莫德纳的疫苗 预约记录明明写的是莫德纳 隔壁多久却收到物质预约无效的简讯 陈先生心情从天堂掉到谷底 不只他大理由多位民众都遇到同样的状况 疫苗接种进入第四轮登记 台中大理的里长发现太平卫生所 疫苗种类竟然还有莫德纳 赶紧通知李明 最后发现是一场大乌龙 太平区卫生所出面道歉说是人员输入错误 现在不论诊所快打战都是AZ疫苗 民众感叹政策乱七八糟 你想打的打不到 不想打的还要被硬塞 实在无奈 既然黄巷部站景臣台中采访报道